第九曲第九曲无疑是2009年北美电影,暑期当的一匹最大的黑马,期凭借3000万美元的低成本投资,硬桥硬马的剧本和深刻的主题,赢得了票房口碑的双丰收。 第九曲是南非导演尼尔·布洛姆坦普,在大导演彼得杰克逊间之下推出的长品处女作,第九曲是一部极豪的外星题材电影,也叫平云枯的百般外星人,一部好电影是跨越种族,跨越国界的,无论用什么题材包装,它都会引起观众的广泛共鸣,从而引发人们对电影,对人性的深深思索。 二,暴力街区这是旅客背松,兼致的又一部法国动作片,也是皮埃尔·莫雷的导演处女作,影片是根据制片方所挖掘的极限运动和功夫选手速度深定做的,使得影片的动作设计又充分展示的空间,充满动作美感的硬派犯罪片, 一套库创始人大卫贝利亲自答应主角,影片稍剪辑的长镜头,能把他的硬功夫表达得淋漓尽致,看得很痛快。 三,死亡飞车那种几乎从头到尾的引擎声,刹车身以及带药发射的声音,膨胀了人民的听觉神经,并且随着淋漓节奏的画面进入眼球, 渗透进心脏,血液,硬碰硬的质感真实到,让你无法在沙发上坐稳,追车不是追车,而是把命,挂在两块高速运动的铁块上对撞,导演营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荧幕世界,节奏紧张刺激,这是他个人最好看的一部作品。 四,蝙蝠侠这黑暗骑士,黑暗骑士里诺兰成功塑造是蝙蝠侠,但成为经典的是小丑,小丑强大的他没有软肋,没有伦弱点,他试得无人可以战胜,蝙蝠侠也不成。 这里对人类社会的规则和道德进行的剖析实在,是薄到骨子的最深处了,直至影片结尾蝙蝠侠,依旧没有彻底战胜小丑,五,黑暗帝国之是一部化时代的作品。 成名之作,作为奠基之作,无论是故事内容,还是电影的表现手法,都十分注重,而作为商业科画片,又蕴含丰富的哲理,带来的是视觉与心灵的双重冲击。 六,终结者本片是最早被观众认识,是通过好莱坞的电影,已经推出就已独特的题材与剧情,赢得了观众的口碑,七年后的续作以及火爆震撼的场面,极富个性的独特角色,宏大的悲壮的剧情,而在全球范围内高烧不退,七读到深刻的科幻剧情,与深海哲学的科学理念,更入推了全球的科幻风潮。 七,天使与魔鬼电影间小说内容搬上了荧幕,使得我们对小说某些场景建筑,如范蒂根,圣地的广场等等都有了印象,电影中每个镜头,交代,的每个细节到最后都是伏笔,总有让人恍然大悟,觉得设计巧妙的地方,看完越发觉得宗教的复杂和欧洲那些教堂的壮美。